据人民日报6月3日报道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当天表示 最近一周以来 刘鹤副总理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和财长耶伦分别通话 两次都是50分钟左右的视频通话 高峰指出 双方在谈话中都认为 中美经贸领域已经开始正常沟通 双方都认为中美经济贸易关系十分重要 存在诸多可以合作的具体领域 中方充分考虑国内经济发展背景和状态 表达了我们的具体关切 此外双方都同意从务实解决问题入手 下一步要从有利于中美两国和整个世界的角度 共同努力 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务实地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困定发展 美媒指出 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 中方代表与美国两机构的先涨面先后同化 这意味着双方完成了 对之前中美经贸关系的延续结洽 一度静默的中美经贸交流将再次启动 中美贸易战或许在不久后就将结束 2018年特朗普政府不顾中方劝阻 执意对中国商品强加关税 掀起了新一轮的中美贸易战 2020年1月15日 中美两国在白宫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贸易战暂时休战 默、国大牧 香港市民情如故地 中美贸易镇